第24章 希腊VS波斯 你知道VS在这个故事里是什么意思吗 你在足球比赛的门票上也许见过它 在两支比赛的队伍中间往往会用这个词 例如哈佛队VS耶鲁队 VSVS在这里的意思是对抗 很久很久以前 希腊和波斯举行了一场重大的比赛 这场比赛不是一场激烈的运动会 而是一场决定希腊生死存亡的战争 我们可以这样写出来 弱小的希腊王国VS强大的波斯帝国 前面的故事中提到过一位伟大的波斯国王 居鲁士 这位国王曾经征服了巴比伦和其他一些国家 他通过战争 不断扩张势力 几乎将西欧大部分地区都据为己有 只有希腊和意大利除外 公元前五百年左右 庞大的波斯帝国迎来了一个新国王 名叫大刘士 一天 无所事事的大刘士在地图上 查看着他已经统治的疆域 地图上好大一片都是他的领地 但是 当他看到小国希腊 他竟然没有在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时 他内心的征服欲望又重新被点燃了 大刘士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征服希腊 为我的帝国锦上添花 事实上 大刘士想征服希腊 还有一个原因是 希腊人总是给他制造麻烦 大刘士的蜀国曾经反抗他的统治 背后就有希腊人在煽风点火 大刘士说 我必须让希腊人知道我的厉害 让他们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 让他们的国家并入我的波斯帝国 他任命他的女婿带兵远征希腊 他的女婿按照他的命令 带着一艘战舰 以及一队士兵出发了 可是在他们还没到达希腊时 就遭到一场暴风雨的突然袭击 战舰被摧毁 他们只好一无所获地返回波斯 大刘士火冒三丈 他怒斥女婿 以及那个毁了他战舰的天神 那时候 人对自然现象支支甚少 以为神灵掌握着天气的变化 大刘士没有灰心 他下定决心 下一次由他亲自率军出征希腊 在这之前 他派了一些信差前往希腊 并要他们告诉所有希腊城邦 如果不希望发动战争 希腊人就必须送一些泥土和水给他 表示心甘情愿地将土地献出 成为他的蜀国 大刘士的威胁和强权 令许多希腊城邦感到畏惧 他们答应了大刘士的要求 答应马上把泥土和水送到了波斯 然而 让大刘士意想不到的是 弱小的雅典和斯巴达 却拒绝他的这个要求 这两个很小的城邦 决定对抗强大的波斯帝国 雅典人将大刘士的信使抓了起来 将他扔进井里 说 你自己去那里取水和土吧 斯巴达人也按相同的方式 处置了大刘士的信使 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 这两个城邦结成了联盟 并号召他们的邻国也加入进来 一起对抗大刘士和波斯 大刘士计划首先进攻雅典 征服他之后再进军斯巴达 波斯的军队必须乘船穿越大海 才能到达雅典 那个时候还没有蒸汽轮船 那是两千多年以后才发明的 当时人们只能靠翻和脚 来推动船的前进 一艘大船往往装有很多船脚 上面一排 船两边各一排 一共三排 因为这种船装了三排桨 所以我们把这种船叫做三排桨战船 大刘士的军队要乘船去希腊 就需要大约六百艘这种大型战船 每艘船上大约二百名士兵 这还不包括滑奖手和船员 六百艘船 你自己可以算一算 大刘士的军队 共有多少名士兵 是的 这只是一道惩罚题 正确的答案 是大约有十二万名士兵 这一次 没有暴风雨来袭击波斯人 他们乘着战船穿过大海 安全地到达了希腊海岸 他们把船停好在距离雅典 大约四十二公里的海边 那里紧靠马拉松平原 你马上就会知道 我为什么要强调四十二公里 雅典人清楚波斯人的威胁 已经迫在眉睫 他们急切地需要 曾经许下过承诺的斯巴达人 前来支援 那时候 没有电报 电话 手机等通信工具 唯一的办法 就是派人把信送到斯巴达 他们选出的信使 是一位有名的长跑运动员 费迪皮迪兹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距离 大约有二百四十一公里 费迪皮迪兹马上启程 昼夜兼程地奔跑 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和吃东西 第二天就到了斯巴达 斯巴达人在回信中说 因为月亮不够圆 所以不能立刻出发 如果不是在满月的时候出征 就会遭受灾难 这就像现在有些人还认为星期五不能出门旅行一样 斯巴达人必须要等到月圆时再出发 可是 波斯军队一步步逼近雅典 形势十分危急 雅典人知道 在月圆之前 也就是斯巴达军队赶到之前 波斯军队肯定就会到达雅典 他们必须出城 阻击波斯军队 而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 雅典士兵集体离开了雅典城 到四十二公里以外的马拉松平原迎敌 雅典人一共只有一万名士兵 他们的领军人物 是米太亚德将军 有一个与雅典关系不错的小城邦 派来了一千名士兵帮助雅典对抗波斯 所以雅典一方的士兵总数是一万一千名 你只要计算一下 就会知道波斯士兵的人数 比雅典士兵的十倍还要多 也就是说 一个希腊士兵要对付十个波斯士兵 但是 波斯人的身体素质 远远赶不上训练有素的雅典 希腊人擅长运动 经常锻炼 并且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使他们身强力壮 而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 波斯人败给了希腊人 而且波斯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希腊人之所以取得胜利 一方面是因为希腊人经过长期训练后 骁勇善战 另一方面则是希腊人清楚 必须保卫自己的家园 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战斗动力 你也许听说过一个关于猎犬追野兔的预言 猎犬因为没能抓住野兔而受到了嘲笑 猎犬解释说 我的动力只是我的晚餐而已 野兔的动力却是保命啊 波斯战士打仗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他们远在海的另一边的家园 战争的输赢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雇佣兵和奴隶 只是听从命令行事而已 战争的胜利令希腊人兴奋不已 那位著名的长跑运动员费迪皮迪兹 为了将这个令人兴奋的捷豹 带回42公里以外的雅典 他立即从马拉松平原出发 他在42公里的奔跑过程中 一口气也没有息 几天前 他刚到斯巴达跑了一个来回 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呢 这次又跑那么远 所以当他跑回雅典时 已经气喘吁吁了 他把胜利的消息 告诉街市上的雅典人之后 就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了 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比赛项目 叫马拉松长跑 就是为了纪念费迪皮迪兹 参赛比赛的运动员也需要跑42公里 发生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 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及其邻居 把强大的波斯军队打得落荒而逃 灰溜溜地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一支由伟大国王率领的 由雇佣兵和奴隶组成的庞大军队 竟然败给了一个力量弱小的国家 这场战争的意义远比其他 以少胜多的战役更为重大 虽然胜负已分 但是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恩怨 并未就此了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